一年一度祖父母节又适逢开学日 玉礼救国团团队设计了祖孙一级棒的活动 阿公阿嬷及小朋友们带着怀旧的黄色小帽走秀 营造上学的feel 也陪伴观音国小快乐上学去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适逢开学之际 玉礼救救国团今年设计祖孙一级棒的活动 阿公阿嬷以及小朋友们一起带着怀旧的黄色小帽走秀 营造上学的feel 陪伴观音国小快乐上学去 那祖父母节活动呢 其实就是希望说在开学之际呢 让祖孙更融入更接近 玉礼救国团会长郭素兰说 越来越多人知道祖父母节了 希望在开学前最后一个假日 倡导祖父母与子女孙子女的全家团聚 分享暑期生活点滴 指导孙子女做人处事道理 迎接新学期到来 并且鼓励祖父母陪伴孙子女一起上下学 一个祖孙共融 大家一起同乐的活动呢 让我们孩子呢 更能够尊敬长辈 那也谢谢救国团一个社区 还有学校一起来办活动 可以让我们更圆满更顺利 而新学期关一国校只有两名新生 玉礼救国团再度纠团 部落阿公阿嬷来去关一国校 让开学气氛热闹又文型 记者高双双玉礼采访报道